就临山强制回收垃圾与堆肥的法令已经实施一年 目前垃圾回收率达到77%居全美之怪 有些餐馆还因此省下不少钱 来看今天的环保专题 位于中国城的康年海鲜酒家 老早就加入回收堆肥的行列 并在2003到06年间试图获得双扎垃圾回收奖 可说是带领餐饮业回收垃圾的火车头 市议会主席邱幸福与议员朱家文前往参观 绿色桶放的是可堆肥垃圾 蓝色桶放的是可回收垃圾 黑色桶则放其他填埋垃圾 现在我们黑色的肥料箱就黑色是只有一个 这个瓶和环保这些有两个 我们绿色的肥料箱就有三个 九楼占地一万尺 垃圾产量非常大 现在他们80%的垃圾都用在回收和堆肥 每年可省下一万八千美元的垃圾费 省城环保一举两得 老板李雕说垃圾分位并不困难 重点是做好员工训练 因为他们第一 他们不讲英语 所有人在中国工作是新移民 你要教他们 训练他们 教他们 分开垃圾 这样他们就 小为小 他们就能够熟悉 他们就可以 follow 个program 9月 旧金山推行回收堆肥一年来 全市堆肥的平均增幅为22% 日落区与劣质文区堆肥的增幅 则高达30% 居全市之冠 为了推广回收堆肥 旧金山垃圾回收公司与环境局 为商家提供免费指导 并有中文解说 民众可拨打311或上网sfenvironment.com查询 旧金山在去年10月通过强制性的 回收与堆肥法令后 加入堆肥行列的商家 增加了四分之三 公寓住宅更成长超过三倍 整体的垃圾回收率 更达到77% 目标则是在2020年 达到垃圾零掩埋